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首架C919量产机今年12月份就要交付东航了 预计明年上半年就可以投入运营 如果再快点 说不定在上海的打工人能乘坐国产大客机回家过年 而就在11月22日 C919的首架量产机身批东航的涂装公开亮相了 让人耳目一新 23日 该机顺利起飞 开启了一段新的航程 实际上 这架编号为B001J的首架量产机 在今年5月14日首飞的时候 就已经改成了东航的白色皮肤 只不过当时机身和机尾的文字和logo用的还是商飞的标志 而这一回 我们得以近距离欣赏这架国产大客机的细节 首先是C919采用了机头逃生窗 和波音787和A350类似 而在波音737和A320上则没有 究其原因 这是因为他们的驾驶室窗户可以打开 C919头型则是流线型的 窗户无法打开 所以要在驾驶舱顶部特别设置逃生窗 大面积的侧货舱门也清晰可见 据说东航C919舱内是全WiFi配置 以后坐飞机 手机不但不用开飞行模式 还可以上网 有意思的是 有几张照片显示 C919的前起落架边上竟然伸出一个小螺旋桨 这是干啥用的 难道是喷气式发动机之外的备用动力系统 这么小 看起来也不像啊 实际上 这是俗称老鼠系统的冲压空气涡轮装置 是安装在前起落架附近 驾驶舱下方侧面的 有图片可以看到这个细节 而A320的则是布置在机翼和机身结合处的整流罩里 从后勤维护的角度来说 两者是差不多的 之所以位置不同 可能是因为 C919的液压系统勤务位置分离设计导致的 所谓RAT系统 其实就是一个风力发电机 它是一个备用紧急设置 一旦飞机在空中飞行时遭遇断电 它可以通过气流对涡轮叶片的冲刷 给驾驶舱提供5到10千瓦的应急的电力 最起码可以点亮液晶屏和保持通信 并让起落架的液压系统处于可用状态 不然 迫降的时候起落架打不开就麻烦大了 当然 在实际飞行中很少发生这样极端的情况 而RAT安装的位置并没有统一的规定 所以放在哪都行 只要不影响气流冲刷和飞机安全就可以 不过 正常来说 RAT系统是收在舱内的 在地面检查时 一般来说需要把飞机顶起来 没有轮载信号后再测试 这回C919在浦东机场亮相 在地面就放出了 外界似乎不太明白它的设计逻辑 难道是通过测试维护设备或激励器模拟的 在历史上 老鼠系统曾多次拯救了飞机和乘客 比如1983年7月22日 加拿大的143号航班 2001年8月 一架A330客机 都是在遭遇紧急情况后 启动了老鼠系统 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应急电力 才迫降成功的 其次 现代客机还有另一个应急动力装置 它就是APU 是一个迷你型的发动机 中文名辅助动力单元 C919的APU由霍尼维尔研制 和其他飞机上的设备一样 主要起到给主发动机引气和开机的作用 而在主发动机开机前 也负责给客舱提供空调和其他用电引气服务 从画面上看 C919的APU和波音空客一样 都安装在飞机的尾锥内 对 就是那个黑洞 不过 它的进气口却与众不同 是向前开的 虽然有利于空中风车启动 但是 冬季北方除冰的时候 喷在锤尾的除冰液很容易留下来 进入这个进气口 造成APU关车 而空客320 190的APU进气口都是开在下面 波音737NG的开在右边 波音787倒是和C919的布置在同一个位置 但它的是向后打开的 当然 这个APU开口并不影响飞行安全 因为 即使除冰液真的流进去了 找一台电源车过来 就可以替代APU了 毕竟它一般只在地面上使用 通常在飞机爬升到一定高度时就关闭了 除非遇到极端的情况 比如 主发动机空中停车 APU就可以在一定高度以下的空中及时启动 为发动机重新启动提供动力 其实不止客机 现代战斗机也有APU 比如 珠海航展期间歼20启动时 向上冒出的黑烟 就是APU开始工作了 美军F22隐形战斗机也有类似的设计 不过 冒出的是白烟 方向是向下 视觉上是好一点 但地情最讨厌了 至于歼20和F22 有没有带螺旋桨的老鼠系统 目前还不知道 发动机部分 按照G1中国总裁说法 目前为止 LEEP系列发动机 在全球其他一些地方 会受到供应链问题的影响 主要是一些二三级供应商进行的裁员 在复工复产方面 遇到比较大的挑战 但对C99或者ARJ21机型的发动机交付 没有影响 主要是这两个机型量比较小 可以满足中国商飞的需求 ARJ21和C919后面四年的出口许可都已经拿下 根据中国商飞未来四年的产能 一次性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给到咱们C919的力破1C发动机 却被它们动了手脚 就比如AB两款发动机都是采用的最新的第四代涡扇发动机材料 不但轻盈而且耐用 到了C款却采用的是第三代涡扇发动机材料 EA重量3.1吨推力15吨 EB重量2.8吨推力12吨 到了EC重量抖增至3.9吨 而推力却只有13.5吨 这还只是我们能看到的 我们看不到的那些更核心的技术 估计手脚会更多 目的很明确 就是为了防止核心技术泄漏 即便中国仿制出来这款发动机 它们也能够领先至少一代以上的技术优势 我国国产发动机长江1000A取证 也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从长江1000的尺寸上来看 最接近LIP-1A的体型 也就意味着重量上会比EC要轻一些 在动力和油耗方面 几乎就是LIP-1C的翻版 同样都是13.5吨的推力 同样都是0.53的油耗率 但在机体材料上却落后于LIP-1C 比如长江1000的叶片 采用的是钛合金材料 而LIP-1C采用的则是复合材料 更为关键的是 核心部件还不是国产的 它的钛合金叶片是英国造 压气机是德国造 燃烧室是意大利造 这里面就暗藏被卡脖子的风险 长江1000存在的价值 则不仅仅是一台发动机 更是制衡发达国家的筹码 因为CFM曾经迫于压力 一度想要断供LIP发动机 但考虑到长江1000的存在 使得即便断供之后 也不能阻碍我国大飞机的进度 甚至还会促进我国自研发动机的进程 再加上我国一定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航空市场 权衡利弊之后 CFM最终放弃断供的想法 目前的状态可能就是最好的平衡点 不到万不得已 C919短期内基本上也不会换装长江1000 目前 长江1000更像是一个民航发动机跳板 在它的基础上已经衍生出长江1000A 长江1000B 以及专为大型客机CR929研发的 35吨推力的长江2000A发动机 万一西方真的全面断供 也大可不必担心 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研制的 钛铝合金的发动机叶片已经取得突破 其密度只有4.0 可以将涡轮叶片大幅减重 目前已通过振动疲劳考核 下一步即将进行叶片装机考核 也说明长江1000的开发进度已经进入快车道 目前 升级版的长江2000发动机也在加紧技术攻关 我国的国产航空发动机也装配到歼20这样的先进机型上 近日 歼15也换装了国产发动机涡扇10H 搭载国产航发涡扇20的运20B量产机 近日也开始频繁试飞 央视曝光了运20的生产线 其中 机器人外骨骼得到大量运用 而涡扇20的民用版也已经亮相 随时可以安装到C919上 可见 中国的航空发动机水平也跃上了新的台阶 对于中国这样的工业大国 一旦供应链建好 成本优势就显出来了 中国大飞机 前景光明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